我們帶你去彰化北斗看 有這麼一尊非常有個性的媽祖 不只去參加了張惠妹的演唱會 而且還跑去信奉基督教的養護院 每次街巷繞境 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其中最有趣的 有一次她住駕在一戶民宅前面 隔年屋主就生小孩 而且連續三年都是如此 生到這個屋主就跟媽祖拜託了 說他們家限定已經夠了 不要再生了 這一尊非常靈驗的媽祖 就是彰化北斗的迎樓媽祖 原來在十幾年前 有一個七十三年寺的迎樓少東 他在睡夢中的時候突然聽到 有一個聲音告訴他 要他去錄港請媽祖 不過當時網路資訊並不發達 他親自跑了好幾個媽祖廟 但是都沒有靈感 接著他決定再到附近繞一繞 結果竟然無意間 發現了一間小小的廟 很好奇地走進去看看 一抬頭有一座媽祖 彷彿在對他微笑一樣 這會是在他夢中的陸港媽祖嗎 他在夢裡面那個模型 他就跟他說 沒有 你如果有症 你來山上找我 看你感 他就這樣跟他講 就直接嗆他 他就也很有種 他就是拿著一面鏡子 然後就跑到山林裡面 去找那個模型他在哪裡 他還要看著鏡子這樣 對應才會看到他的影子 然後他就看到他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他就是捲曲 然後他就是在山上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眼睛凸凸的 然後有時候忽大 有時候忽小 然後就跟我講說 你和你的媽祖關像這個 模型那竟然敢嗆媽祖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那天很奇怪 我就夢到一個夢是 我在那個一個登山步道 遠遠停機車 我們的夥伴都在旁邊 那前面就有一個阿姨 她就是 她就在跟前面講話 我就遠遠的喊 然後我就說 阿姨 阿姨 你要跟上講話 我說你在跟誰講話 你前面沒有人 因為我的那個 在夢裡面直覺就是不妙 這一場夢境難道是預告 又是發生 然後那阿姨是就是這樣子 轉過來 然後面無表情看著我 滿臉喜悅的往前走 然後我就那時候在夢裡 我就說完了完了 她被那些 就是可能無形的干擾 這個人到底是誰 過一個禮拜就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說有一個阿姨 她就是走失了 那我一看到那個照片 我真的嚇一跳 因為跟我在夢裡面的 髮型穿著一模一樣 富人戴安全帽 在路邊走來走去 一下又停在一輛機車前 但這機車不是她的 而是一輛報廢車 家屬急著找人 但完全沒有消息 最後發現身影的地點 位於東市新社一帶 不過只找到機車 人不見了 一個陌生人 怎麼會出現在小貨的夢境 我就說真的就是這個 然後後來我們還問媽祖 婆媽祖說 對 卻有歧視 那只是一個方向 我們的社員打電話過去 跟他們講說 我們有做了一個這樣子的夢 那個媽祖有出籤 大概在哪邊這樣 有說哪一個方向 他們說今天搜救單位 的確跟他們講說 是好像就是在那個方向 有生命跡象 我們就有跟他們講說 我們在夢裡面是用鞭炮找 他說今天才有人 告訴他們用這個方法 他們採用這個方法 用鞭炮去丟去找 是我們一個禮拜前就夢到了 是鞭炮聲惹怒山中小金怪嗎 沒多久 疑似魔形那的金怪 出現在阿霍的夢中搶俠 但媽祖交代 不能硬碰硬 只能圈化 媽祖也是告訴我們說 其實山有三神 也是要敬畏山靈 愛護山靈 那有些因果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能用勸化的方式 去做這樣子 所以他夢境裡面 就是用這個方式 去跟他弘法 他難道帶有天命 為什麼經常夢見一些 無法解釋 卻又這麼真實的夢境 阿霍說 這得從十幾年前 一個聲音開始說起 就是半夢半醒之間 我起來 我就一直聽到一個聲音 女性的聲音 她是媽祖嗎 那個聲音是叫我去鹿港 然後我就想說 好 不然我去鹿港看看 當年小霍只有二十多歲 對於神明他理解不多 他心想鹿港會有什麼廟 最大的就是天后宮了 他進去看了一下 沒有什麼感覺 離開之後 心中有一點茫然 說大不大的鹿港 他該去哪裡找神明呢 當他走進巷弄裡 突然看見一旁 有一間小廟 我跟柳公講這件事情 他就開神訪給我 給我看 我就看到現在這尊媽祖 他在對我笑 就贏了嗎 如果是你的話 要跟我回去的話 請你賜給我聖杯 真的是這一尊媽祖托莫嗎 半杯一連六個閒杯 再問何時請回去 答案是馬上 既然神明都這麼指示了 阿霍立刻把媽祖請回店裡 暫時供奉在甲層上 因為家裡開銀樓 就尊稱這一尊媽祖為銀樓媽 既然是自從供奉媽祖 莫名吸引了很多人來拜 我們買金子的客人 就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他頂禮什麼回去就會被拖猛 到之後就是變成 拜拜的人比買金子還要多 銀樓媽不斷顯神蹟 就連現在供奉了場所 也是媽祖婆自己找的 不僅如此 銀樓媽很有個性 出巡禁箱 同樣不安排理出牌 愛去哪就去哪 有一回竟然跑進了南投看守所 因為就是有色違夢到 我們整個遶境的隊伍 到監獄裡面遶境 然後媽祖去處理很多事情 旁邊都是穿著灰色制服的收容人 但是媽祖卵叫要在收容所內遶境 可是相當不容易 收容人頭低低彎下腰 一個接著一個 排隊弄到他祈求媽祖保佑 這也是頭一招 不過更懸的還在後頭 我們那時候已經要走了 他神教突然換鞭 跑去一個角落 這個角落怎麼了嗎 他們當下的資深的管理員 主任什麼看到都有點 就是想說媽祖怎麼知道 好去那個地方 因為後來事後我們才了解到就是說 那個角落是 疑似是有一個冤死的案件 結束自己的生命 原來媽祖是要帶無形的眾生 回來修行 也讓看守所變得平靜許多 英龍媽大顯神威慈悲救世 儘管供奉在一間民宅裡 卻吸引不少信徒慕名而來 慕名來的不僅是信仰 也也是感謝 信眾毛小姐說 英龍媽把她從鬼門關前 拉了回來 怎麼回事 那天下午就是跟我的同事 一起去拜訪那個客戶 然後那天下午就是 在車上就稍微的 就休息一下這樣 睡著睡著就聽到一個聲音 很清楚地跟我說 你快好起來啊 你快好起來啊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醒來之後 就這樣下一秒的時間 那個車禍事情就發生了 眼前的景象 讓他們幾乎嚇傻了 我們就是跟另外一部 大概17噸 那個大卡車 就是在十字路口的時候就相撞 對 然後對方還翻車 我們就是車頭 就毀損這樣 那人員都沒有傷亡 會有輕微的挫傷 但是人都平安 連警察來勘驗就說 你們的人怎麼可能會沒事 他就說安全竟然沒爆 車都爛成這樣 安全竟然竟然沒爆 然後兩台車 連大卡車的人也沒事 是櫻樓媽明明中的保佑嗎 隔天毛小姐趕快去拜拜 沒有想到一進門 狗一看到牠 就是一直聲嘶力竭的肺 那個牙齒都露出來 牠就說 小眾我要趕快拜拜一下 這樣我就說 好 你趕快拜 然後狗就開始 不對牠肺了 開始朝外面的空氣 一直猛肺這樣子 門外難道有什麼 看不見的東西 收盡完牠就跟牠說 那個有跟回來 媽祖要帶回來修要上課 所以狗看到那個無形的 牠在在凶牠這樣子 然後要保護姊姊這樣子 謝謝你 讓我背過這一次的 原來幫助牠躲過劫難 叫醒牠的 就是眼前這一尊陰樓媽祖 就現場的那個村民 他們有看到 就是說以那麼大的車禍 人員都沒有受傷 真的是有保佑 保佑的不只有信眾 盈樓媽每年都會到 其他媽祖廟進香 替大家祈福 你這座媽祖 他願力很大 他會發揮 所以你以後會很辛苦這樣子 的確自從請回盈樓媽祖 小獲夢境幾乎沒斷過 讓她宛如親身 經歷的一場夢 就是這一趟詭異之旅 我就遠遠看說 我今天怎麼來一個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會下雨 那個雨下下來都是斜雨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只是一橋差點沒嚇死 它是一個類似旋轉木馬的東西 可是它會轉 可是它每個器材上面 就是都有趴人或者是抱人 然後比方說這個東西抱著 它就是會有針插出來 一直旋轉一直旋轉 然後人一直流血 重點是人還都死不了 這難不成是地獄嗎 解說人就說 這個 這個給他生前做什麼事 他要在這裡收口三十年這樣子 這個五十年 這個十年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趴著 然後我才知道說 天啊那是一個形態 對然後我才知道說 就是原來地獄這個地方 是真的有 然後我就醒過來 我就嚇一跳 無法解釋的夢境其實很困擾 尤其看在媽媽的眼裡 更是心疼不捨 很捨不得她 可以哭到說 以前哭了 結果現在三個 沒辦法哭 因為這個做媽祖的事情 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 是那麼累的 歡喜做甘願收 小貨注定要替媽祖弘法 您仔細瞧瞧 她尚不像媽祖身邊的千里眼呢 或許正因為如此 銀龍媽才賦予她一些特殊能力 來幫信眾指點明金 但接下來更重要的任務 就是一步步完成蓋廟計畫 期盼日後有更多資源 回饋給鄉里跟信眾 請你拾 door 為甚麼 請大家 解釋 養